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厨子拉着面到处逛 就为了让你看到他那种精彩的表演 除了这些还有开在火山边上的饭店 也有潜水才能到达的餐厅等等 但是小编唯一没见过的一种饭店就是 吃鱼还要自己钓 不会钓鱼这就尴尬了 这家饭店就是开在日本的一家钓鱼饭店 这家店屋于日本福岗县 店内有一艘巨大的木质船 船上排满了大家吃饭的桌椅 甚是吸引人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要给大家介绍 就是这里有两个非常给力的水池 里面养着各种各样美味的海鲜 如果想在这家餐厅吃上一顿美味 那可是不容易的事 这家餐厅规定 自己钓到的鱼才会帮你做出各种美味 除此之外 如果大家实在笨到钓不到鱼的话 那么也可以拿钱来买 当然买来的肯定比自己钓到的鱼价格要高得多 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感觉这不是在吃饭 而是在找一种乐趣呢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忘记告诉大家了 大家如果想来这个饭店吃饭的话 那么要提前一个月预定位置哦 就因为这家店自己钓鱼的模式 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 所以老板连续开了好几家分店 但是即使这样 依然供应不上客户的要求 也是要提前预定的哦 大家听了小编的介绍 有没有想去体验一把的感觉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